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代言再度续签,为街舞的回归,释放出信号。 这就是街舞的冠名商,勇闯天涯再度同王一博续签,这次是不是在释放信号呢? 第六季的街舞,王一博回归的可能性不低啊。 很多人说,这次街舞开启亚洲街舞风潮,杭州亚运会的举行,众多街舞大神奇聚,更是一场新老交替的对街与传承,必然充满了期待。 如今网络上的各种传闻,街舞第六季的队长人选,基本上都是陈年老梗,自然不值得相信,毕竟还没有真正确定下来,一切等待官宣。 不过这就是街舞的粉丝年性不低,特别是这次王一博能否回归,成了很多人议论的焦点。 喜欢王一博跳舞的人,必然是期待着他的回归,这个是他的地盘,他用自己的专业水准为我们街舞的推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更是让大家通过街舞重新认识了王一博。 都知道王一博的这次续约,意义非凡,从他参加第三季的时候,冠名商勇闯天涯的老总,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签下他,真的是没想到助燃了街舞,还带飞了勇闯天涯的出圈。 这次再度续签,意味着王一博的回归又增加了一些定数,毕竟这是冠名商,代言人不出现必然说不过去吧,招商小财主的王一博,可是业内公认的小金珠。 众说纷纭,我们只需要等待结果就好了,很多人都是奔着王一博而来的,这个男生跳舞是自带魅力的,对于街舞的专业性解读跟科普,让多少人认识了各种不同的舞种,看到了中国元素的融入,看到了街舞的丰富多彩的表达,还看到了王一博各种舞种的尝试,都让我们积极参与其中, 享受到了街舞带来的乐趣。 除此之外,街舞圈不少人用不同的方式在支持王一博,随着王一博电影的上映,街舞总导演陆伟就曾包场支持,还有刚刚结束的品牌见面会,居然难得一见地请来了廖博主持。 这么多的讯息都在向外界传递,王一博的回归很有可能性,不过按照正常的进度, 王一博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 乐华演唱会官宣了,定在7月25日,同时,7月28日,电影热烈上映,王一博会配合着录演,还有下个月貌似就要进组拍摄电影,整体看下来,行程会很紧张。 很多网友反映,街舞的录制都是通宵达旦的,熬夜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这对于王一博而言是挺辛苦的。 特别是去年的第五季,整个人在拍摄热烈,还要兼顾街舞的录制,肉眼可见的销售,整个人的状态也疲惫不少。 这次呢,同样的情况,甚至会更紧凑,所以才会有不少人猜测,他参与的可能性不算大,不过这次品牌代言的续签,这种资本利益下,节目组也需要经费的支持,王一博是他们招商的重点,自然增加了回归的可能性。 总之,无论回归与否,我们期待着王一博的舞台,好久没见他跳舞了,真的挺期待他的大秀。 王一博作品被恶意打分,连累同名作者作品,他又要拿到好资源了。 内娱对王一博从来都不友好,他不仅会遭遇时不时的私生攻击,经常性的黑热搜预警,如今更是连他已经完成的作品都不被放过了。 论起王一博的作品,电影像得有无名,长空之王,理想照耀中国,歌曲像得有无感,念,我的世界守则,电视像得有冰与火,有匪,风起洛阳,然而最近,但凡是王一博的作品,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都毫不例外的被人恶意打了低分。 豆瓣着实是一个让粉丝们恨得牙痒痒的平台,所有的作品毫无意外的都会在这个平台有着属于自己的评分分数,然而这个平台却不公正,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评分,无论他有没有正儿八经看过。 像王一博这样的流量,他的作品在这样的平台毫无疑问是个天然的靶子,不喜欢他的人哪怕从来没有去电影院看过《无名》和《长空之王》,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写下因为主演是王一博在打个一星。 即便他将《长空之王》中大飞机的乔断安在了《无名》中被人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两部作品,但那又如何? 一星已经有了。 原本粉丝们对抗黑字们组团打的低分已经很辛苦了,然而,这两天却有网友发现王一博的作品又开始了一轮恶意评分,不仅仅针对他的影视作品,甚至连歌曲也有了。 一星的评价下不但对王一博极尽侮辱,更是表达了对他的轻蔑。 如此大规模的出动,很难不让人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策划。 那么,为什么大家认为这是一场恶意评分而非真心觉得王一博不够好的评论呢? 当大家看到黑字的评分中给与演员王一博同名的另外两位作者的书籍打了一星, 大家就知道了,数学二和青藏高原和园区地表过程与环境变化在这场风波中, 可以说遭受到了无望之灾,就是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中有与演员王一博同名同姓的作者存在, 所以这个一星那是不可避免就有的。 那么,王一博原和又经受这场大规模的黑呢? 通过此前的经历,粉丝们不难发现,每当王一博遭受这种黑料攻击的时候, 不久之后他就会官宣一个新的好消息, 有时候是一个新代言,有时候是一个新的电影资源,有时候是一次与官方合作的机会, 那么这一次,王一博究竟是有什么好消息,爱了其他人的眼, 使得他多年的作品要受此低分考量呢? 如今的王一博在结束了金色征途拍摄之后,就参加参加活动, 给自己代言的产品拍一拍物料,暂时还没有官宣新的影视资源, 但所有人都知道成尔导演的人鱼在等着他,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机。 那么,这波大规模的黑传过来,很难不让人相信王一博是不是要在人鱼开机前进一个新组, 而那个资源也是很多艺人拿不到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